自从今年1月土耳其发动橄榄枝行动,出动十万大军高调入场以来,在全球观察家们的一再惊呼中,简不断,离还乱似乎都快不足以形容如今的叙利亚局势了。 当地时间4月13日晚,叙利亚首都上空防空武器的灵烈火光3月底,又一名玩家华丽登场,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社宫,会接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代表后,宣布法军将重返拿破仑皇帝征战过的故地。 据报道,约160名法国军人,已于4月第一周抵达旭土边境,准备进入旭北重镇曼比纪,与美军联手保卫库尔德斯坦。 其实,法国早就在叙利亚悄悄刷存在赶了,2012年,法国曾出动外籍军团,帮助叙利亚反对派进攻霍姆斯,结果一败土地,吃了闷亏。 不久前,旭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,活捉了几名身份可疑的外国军事观察员,好在俄罗斯和大马士革当局给这些人留了颜面,承认东古塔还是有些反对派的,没有直说这些外国人指挥的是极端分子。 战火下的叙利亚随着法军正式到来,再加上已在曼比纪和美军一起流过血的英军,一个世纪前塞克斯皮科协定的缔约国巨在,塑造现代中东国家和民族形态的各方力量终于聚齐,德国还没正式进入。 不过,从温和反对派到伊斯兰国,叙克派武装都在使用德国制造的反坦克导弹,政府军还从东古塔搜出了德国制造的话。 学物指,可见玻璃从未置身世外,欧洲各国跃跃欲试的同时,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,美国很快会从叙利亚撤军,让其他人去操心好了。 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一时间满头雾水,索性舆论对特朗普的风格多少已经习惯,没有人真把他的撤军言论当回事,果不其然,撤军论抛出才一周。 4月8日,特朗普就话锋突变,接连发推文称,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国家,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。 4日,就传出了叙利亚遭到空袭的消息,毫无技术性可言地纪念了2017年4月7日,美国对叙战俘外交。 一周年,战火下的叙利亚当前的叙利亚及中东世界历史,和当代的种种冲突于一身,规矩了民族与教派的激动,强权与大国的阴谋,厉害。 关系盘根错节,当地时间13日晚间,美国总统特朗普,就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发表讲话,宣布对叙利亚实施精确打击,庞然大雾们的交锋持续越久,就会有越多的百姓失去未来。 请您参考订阅关注国防时报排投兵,纵览军情,聚焦热点。